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聞大爆掛 巧欣我剛剛特別想要 因為就是那一家嘛 那家上市公司的資金 光是這個部分 是不是就大有玄機 就是你帶我們看門道 門道到底要看什麼 其實可以看到 這個因為我們本來到 昨天都還不知道 所謂的他高登 他200萬 他要怎麼樣撐起這個交易 因為呢 你今天200萬好 那你要先去買這個 16億的經費 你至少你說個5000萬爆關 你就是要有這麼多的經費 可是這個流性的代表人 他連62萬他都付不出來 現在還在訴訟當中 是 所以大家就覺得 200萬資本額 第一個問題 你能 你怎麼能夠去採購 然後因為你要把貨買回來了 你才能賣給指揮中心 賣給中華民國嘛 那你低端 你可能就做不到了 你的資金從哪裡來 好第二個問題是說呢 你只有200萬的資本額 如果中間出了什麼差錯 好 例如呢 可能惡性倒閉啊 落跑啊 那請問指揮中心 能夠跟這家公司 追回多少人民的損失 200萬嘛 他知道他資本額就走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 在下單的時候 我們會看一間公司的資本額 能不能夠撐起來 因為這就是對我未來的一個做生意的保障 好 然後呢 就有一個靈性的一個金主 就出來幫這個高登講話 昨天晚上的時候 他就說呢 他們公司是跟這個高登合作的是他的金主 可是那又衍生出其他很多問題了 第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今天你是一個上市公司 你沒有發布重訓的情況之下 你能夠去挪用你公司的錢去投資 或是給別人作為對方的金主嗎 當然不行 這當然不行 這是違法的啊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根本 你們有玩過狼人殺嗎 這根本就暴狼了嘛 這根本自己就暴狼了 然後這家公司 他叫做旭宏 可是這公司已經改過三次名字了 跟那個那個什麼高登一樣 常在改名字 他的前身叫做毅力 毅力科技股份公司 然後呢 他在2021年的1月28號 他們公司的董事長五人 才被檢方抓 就講說涉嫌10億的假交易徵戒款 也就是說他們想要動用公司的資金 拿到外面去做其他的投資 去賺取利差 一樣就沒有跟股東講嘛 自己就做了假交易 然後呢就跑出去弄了 所以這次大家也會很懷疑 你所謂的金主 你是怎麼把這個錢給對方 如果你今天你這公司 這麼有資金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去代理 你就用你的蓄力 他沒有資格啦 他是做電腦周邊 也是啦 那你為什麼不去找合格的嘛 就是說你可以跟其他的公司去合作 你去找一個合格的去做代理嘛 然後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這個呢 所謂的小吃店 他平常在幹嘛呢 他本來叫做順義烏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們賣什麼的 他就是賣 比如說鍋類啊 什麼韓式豆腐鍋啊 滷味等等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就是說 你是因為賣韓式豆腐鍋 所以跟韓國 談合作是不是 所以也可以這樣扯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不是在質疑說 這個公司 因為他太小 所以他能不能夠代理 而是他這個已經 跟你的採購 是完全是對不上的 好 那今天最新的 我們直接講最新的 今天呢 陳時中就被問到說 這家公司的體質這麼差 甚至連他背後的這個金主 這個旭宏 毅力 其實他們體質很差 連年虧損 然後又曾經 涉入這樣子的弊案 現在這一家還被葉原資 踢爆就是負責人 有詐欺的問題 指揮中心你要小心 因為呢 葉原資的說法是 他的學長是做口罩製作的 然後當時就講說 想要去印一些龍貓啊 魔女展記院 吉普利的IP在上面 所以呢就跟這個 劉信的高登去談 然後談了之後 他又說 可是因為他涉入了 一些什麼問題 所以請他跟 另一家公司簽約 簽約以後錢給了 不能印 然後他們對方就去問吉普利 吉普利說從來沒有跟台灣 談過這個事情 就被騙了嘛 所以有詐騙 有錢科 然後只有200萬 違反要事法 現在還在被偵辦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他背後的金主 也是有問題的 公司又虧損 指揮中心完全不查 就直接把我們納稅人的錢 投16億進去 各位今年要繳稅了 大家能夠接受嗎 我完全不能接受這件事 然後 在野黨幫你把問題找出來 哦 我們還不提他人去樓空的事情 拿到標案就搬走了 一借口一堆搬家 電話線有問題 別人都沒問題 就你家問題最多 一間有模有樣的公司 就算你搬家 你也要讓人家找得到你 這個有很難嗎 所以網友才會說 5月2號不是這個 指揮中英才發公文發函嗎 寄到這個地址 那是寄給鬼哦 寄給鬼 根本沒有人會收到 所以你這樣子的一家公司 然後你說16億的這個疫苗的 那個快篩採購預算 你就準備要給他 然後你還不斷幫他護航 今天國民黨幫你找出這個問題 你應該要謝謝在野黨 因為在野黨的職責本來就是監督嘛 你沒有注意到這個狀況 國民黨幫你注意到了 你就要當機立斷 謝謝在野黨 我們未來每一個案子我會明察 結果陳時中他說什麼去了 他說 哎 都是國民黨讓我們少了1700萬的快篩 那楊智良書總要捐1000萬快篩 你為什麼不讓他進 你讓他進1000萬的快篩 我們會缺這麼多嗎 我們不會缺這麼多 你就不讓他進 人家是有歐盟認證的 你這時候又說 哦我只收美加啊 就你指揮中心你莫名其妙嘛 然後今天又被問到了 高登體質那麼差 為什麼要給他 為什麼你不直接去跟韓國 國外去代理 這樣子能幫人民省最多錢嘛 結果呢他說 給國外代理 那不給台灣的廠賺這才怪 你一個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你在想的竟然是如何讓台廠賺錢 賺錢 那他請問他賺錢賺誰的錢 我們納稅人的錢啊 這我們每年繳稅繳進去 然後現在買快篩還要再給你100塊 然後你想的不是怎麼幫人民省錢 健康人命耶 對你先不要講省錢好了 我現在10萬火急了 是我們第一個很需要快篩嘛 第二個大家覺得太貴嘛 第三個很多人經濟條件負擔不起嘛 你不是想怎麼樣壓低價格 讓人民有便宜的快篩可以使用 你在想要怎麼樣讓台廠多賺一點錢 這樣指揮官還要繼續這樣做下去嗎 還想要選舉嗎 喔說不定他就是因為想選舉才這樣子 因為大家都有錢賺 未來他才有更多人為你抖內他 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但是呢 陳時中再這樣下去 不僅搭快篩買不到 你也看到越來越多弊端 從伏佑達 從寶吉森 從高端 再到羅氏 哪一個不是跟民進黨有關係就沒關係 那羅氏呢 羅氏快篩呢 羅氏快篩是不是也有鬼呢 因為今天呢 這個爆料人許小欣在現場 我只能讓他自己講 他主要是說這個代理商 牛耳公司的背景不單純啦 好那包括了 先出來代理人是這個 前立委蔡皇王的包凶 那後來一牽起來發現說 哇很多受惠的業者 牽在一出來發現 又是一條綠色產業鏈 好那當然經濟部很快的做圖啊 還說請資源澄清 他說某議員之一快篩圖利特定廠商 他說事實是 政府直接徵用羅氏公司 所產生的 生產的快篩世界 和他這個議員 所稱國內代理商 牛耳公司 完全無關 好所以這不是事實 那 當然啦這個 包括了這個代理人呢 就是蔡朝政 他是蔡皇王前委員的包凶 他也說這個事情 是政府直接就跟原廠簽約 跟原廠談的 好那當然徐曉欣今天呢 也很快在上節目前 10分鐘就發了一篇文來回應 但是因為曉欣今天在現場 所以我就把時間交給他 對因為為什麼會揭露 就是說羅氏 其實主要是牛耳國際 跟這個民營的關係 是因為 你可以看到在整個 疫情產業鏈面 從PCR到疫苗到快篩 都一樣就是呢 裡面很多特定的廠商 然後有些人就是 跟民營關係很好 他好像就有優先的機會 所以呢我們就看到這個 在我們政府的這個 實名制的快篩試劑的盒子上面 就很明確寫著 經銷商就是這個牛耳國際 對 牛耳國際 你看真的喔 他經銷 他實名制 非實名制都有啦 看不太出來 經濟部做這兩樣圖 有什麼不一樣喔 那總之呢 他的經銷商是 就是說羅氏的快篩進到台灣 他的代理商是台灣羅氏 然後他的總經銷是牛耳國際 那牛耳國際的代表人呢 叫做蔡朝鎮 他是民進黨前立委 蔡黃郎的哥哥 他20多年都在羅氏工作 所以呢 據說很多羅氏的事情 是由他幫忙處理的 去取得這樣子的經銷 我個人也覺得不是很意外 但如果我們要看更多關係的話 你可以看到 蔡黃郎 他當時在選舉的時候 他的後援會會長 就是叫做吳祺祥 吳祺祥這一位 好這一位 然後呢 他就是呢 這個吳秀梅食藥署長的親弟弟 然後他的太太呢 剛好又是民進黨的 這個立法委員羅美玲 然後呢 以前有一個舊案 就是呢 牙醫師公會對於立委行賄的案子 這是特徵組剛才查的 特徵組的起訴書裡面就有提到呢 就是由這個吳祺祥 然後跟蔡黃郎跟蔡朝鎮 他們都有被牽涉在裡面 那後來蔡黃郎就講說 我們兄弟拿的這個叫做政治獻金 然後後來因為 他會沒有查到對價關係 所以這個事情就輕放了 但總之呢 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蔡朝鎮 他是牙醫全聯會的顧問 或者是吳祺祥 他牙醫背景 跟陳時中 全部都是牙醫啊 全部都是牙醫背景喔 那大家就覺得說 天啊太巧了 原來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自然會質疑 我質疑的點在於哪裡呢 在於現在政府去徵收了所有的快篩試劑對吧 然後呢 再把裡面其中一部分賣給民眾做家用快篩 但是呢 我真是說這麼多不同品牌 有本土的有國外的 有便宜的有貴的 可是我最後賣出去的 只賣羅斯跟亞培 這兩家剛好就是他進貨價格是最高的 大概要95塊錢 壓不下來 壓不下來 所以只能花100塊再賣給我們民眾 那很多人都覺得 為什麼台灣的快篩這麼貴 法國啊 可能都是48塊啊 50塊啊 德國也是這樣就可以買的到 那因為政府就拿採購的價格 最貴的那一種賣給你 那他當然 國外便宜的很多都是中國製的 是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又是政治意識形態在干預嘛 所以陳時中當他講說政治意識形態 不要干預的時候 他自己不就正在做這件事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有這麼多的快篩試劑的廠商 他的價格不一 準確度其實也都OK 所以你有核准他 讓他再比如說給企業去採購 地方政府去採購 那為什麼價格比較便宜的 不拿來賣給民眾 賣給民眾的是本來你的進貨價格 他的本身的價格就比較貴的這一種 所以民眾才要一直排隊 然後又買到的是比較貴的快篩試劑嘛 所以我們才會質疑說 政府在選擇家用快篩試劑的時候的 標準是什麼 何以你只能賣給家用 賣給民眾亞培跟羅氏 可是企業地方政府卻可以買什麼 賽博啊 很多其他本土的比較便宜的試劑 所以才會有 陳其邁說他可以採購到一季59塊 可是我們的採購卻是95塊 那種差距嘛 因為他的廠商牌子跟試劑本身的內容 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經濟部他昨天晚上 寫了一篇什麼資源澄清 你知道嗎他上面就寫錯 他說牛爾公司是所謂的總代理 我從來沒有這樣講 而且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他是總經銷 你看我還幫你講話 你看你多可悲 晚上10點還在這邊做圖 然後呢他所講的東西都是我根本沒講過的 比如呢他說 他可能這圖真的做得很趕 對 真的真的很趕 因為他們晚上還要加班很可憐 比如他們會一直講說什麼 這個衛福部又沒有跟牛爾簽約 我告訴你我所有的文章裡面 我都沒有講過跟牛爾簽約 我說的是牛爾是羅氏快篩的經銷商 簽約兩個次我沒講塞到我嘴巴裡要幹嘛 所以像今天很多綠營的爭論節目也是這樣子 自己先立一個稻草人 自己設定一個別人沒有說過的問題 然後再自己去澄清他以為解釋到了什麼 但其實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看經濟部自己做了一個圖告訴我們說 哪有他說什麼 自由時報報導說 實名制的快篩上面的外殼就寫得很清楚了 這個牛爾呢他不是經銷啦 他是客服 上面寫什麼嘛 總經銷三個字 是啊 寫這麼大字 我還以為他們在跟我們管什麼 誰來找查的 不管是實名制的都是總經銷啊 都是牛爾國際生物 我覺得以前的做法就是大家很簡單講說 我們都依法行政 我這個查無不法 其實也就過去了 可是當政府硬要在這些小事情 明明就是錯誤的 硬要睜眼說瞎話的時候 反而會讓大家覺得 真的有貓膩 覺得水非常的深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裡面的貓膩太多了 太多了 你如果去查舊的資料 我就印象很深刻 我這兩天晚上也看一看 發現說我們中研宴 那時候不是就已經在研發了對不對 中研宴還發新聞稿 我昨天就找到中研宴新聞稿 是6月16號前年 前年6月16號新聞稿 前年6月16號新聞稿 他說我們已經研發出來了 那研發出來我們幹嘛呢 我們已經選定了國內五家 包括長庚都是他們其中 長庚是深入科技 他說這些馬上就出來了 那我講這個已經快兩年了 真正的那個是中研宴研發出來 是什麼時候呢 是4月24號的自由時報登出來了 他就講我們中研宴花一個月時間 把快篩的那個都研發出來 而且都可以生產4劑的 只花一個月 標題叫只花一個月 不得了 那那是4月 到現在已經 兩年多了 然後中研宴說我們會授錢 包括國內 國際都會 那兩年多了怎麼會沒有這個生產 這個顯然他不是非常高的科技吧 一個月可以發展出來 你在厲害 當然也不能講他不厲害 但是至少他不是像疫苗 他不像疫苗那麼困難嘛 那如果有有這些信息的話 那我請教一下 為什麼現在還在進口柔室跟亞培呢 對不對 進口裡面就有更多的貓膩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一波 你只要聽 最近林林總總 包括小吃店 搞燈 對 或者包括那個蔡王郎他哥哥 這些被人家這樣講 其實就剛好把民眾最近的不滿 都能爆出來了 原來你們民進黨就在搞這個 那這個就影響到年底嫌疾了 對民進黨來講嫌疾才是最重要 你覺得真的會影響嗎 如果再燒消息 現在陳時中的民調再往下掉啊 對不對 那你如果看他這樣的話 為什麼蔡英文在生氣 蔡英文說沒有生氣 我告訴你啦 蔡英文現在很懂選舉 以前他不是很懂 現在知道怎麼操作 他在提醒你們啊 如果再讓大家排隊 你們再讓大家排隊 還在什麼快篩十明治 你那十明治根本在騙人嘛 我們用手機一直被你們騙 騙那麼久 那手機那個早就該廢除了 每天騙台灣老百姓 你根本就沒有在整理嘛 好那現在變成又要十明治 又要叫大家去排隊 買快篩 蔡英文才會飆嘛 說你這個會引起民憲 民憲在哪裡呢 因為你用兩年前的思維 買口罩的思維在叫大家買快篩 那你這兩年都來沒有學到經驗嗎 那最主要就是說 你應該開放一般的老百姓 可以到任何藥妝店後 哪裡都可以買嘛 怎麼會一定要去西藥房呢 對不對 兩年前我們的經驗 很多國外都在大賣場 然後滿坑滿谷的耶 全世界每個地方都是滿坑 對啊 全世界除了台灣 台灣 對啊 那它這東西 並不像說疫苗大家在搶 我們真的不好搶 沒有問題 這個大家都可以理解 現在全世界每個地方 都是滿坑滿谷 就是進不來台灣 全世界沒有人在搶快篩啊 是啊 那你蔡英文是把台灣當作什麼 當作你維繫政權的馬力波嗎 你實在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現在知道守不住了嘛 守不住其實這兩三個禮拜就知道 那當然啦 現在因為大爆發 等於一傳十十傳百 現在就 暗暗的碰到情況就這樣 所以呢 他們現在 其實陳時中也知道自己守不住 所以他一直在放話 大概什麼時間會有多少人 他每次講的都不準 你把它來對照就 什麼五月底會有病例一千個 你那個 什麼一千個 五月 五月十六十七就一千個了 然後下來 現在當然三萬嘛 你可以看到他們講的都不準 那 大概他們什麼時候發現不對呢 蘇貞昌早早發現不對了 他把機家隔離十天改成三加四對不對 這是一個大的創意啊 可是搞慘啊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重著陸嘛 一下我要把它弄下來 結果呢 我們專家小組 假裝裝模作樣開會開半天 從兩點要開記者會改成四點 四點改成六點多 那天就是為了這個 那當然下來就一花不可收拾了 因為整個醫護就癱瘓了嘛 像我住在醫院附近 旁邊也有很多西藥房 每天都是大排長龍 這幾天 尤其醫院到晚上還在大排長龍 為什麼 因為他們自己做快篩 篩到了以後要去醫院做PCR 那所有東西整個醫療量 都容納不下了 那現在呢 陳時中 他也不敢去宣布說 我們就以病毒共存 雖然做法是以病毒共存 已經是這樣做了啊 是 可是 講不出口嘛 因為過去兩年來 澳門的清零 加零成績 不得了對不對 把他捧上了 台灣最熱門的兩點檔主播台 給他播了兩年 然後他每天就在那邊意氣風花 就在每天裝神弄鬼 那現在等於都圖窮比線了嘛 那現在 現在他已經完全沒有方式了 現在老百姓看到 最當然最 眼前就是快篩季買不到 你要三加四 那些要加四的 他至少要五六劑 他也沒有啊 所以你今天發現說 原來政府 給我們的那種貓膩太多了嘛 你就是你們趁機在發果爛才是啊 沒有錯啊 譬如說以我自己來講 以我自己來講 前年我們大家搶的買口罩 那口罩買到自己 我去年 去年搶疫苗 疫苗我打前面兩劑BMT 後面這一劑莫德納 我這兩劑BMT 是正言法師他們去買的 送給政府 我這劑莫德納是美國送的 那四百萬劑 這我只打半劑 好 那我今年我大概 快篩也快篩了十幾次了 所有快篩劑都是自己買的 口罩疫苗快篩劑都是我自己買 那我請教一下 你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編了八千多億 為什麼我一毛錢都沒有分享到 對 為什麼你們那些 你們那些金主裝腳 跟你們關係良好的 那些人通通都有得賺 那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政府 我也是耶 你看我三劑BMT 對不對 然後我的快篩也都自己買的 是啊 我們都沒有從政府裡面分到一毛 那請問一下你們是在幹嘛呢 那他們就趁機大家來撈錢 撈錢當然跟年底選舉有關 所以民進黨眼中只有選舉 蔡英文生氣也是為了選舉 你看排隊排到大家很生氣 你們應該趕快開放給大家買 你講這不是廢話嗎 對不對 老百姓每個人都知道啊 陳時中也知道 只是他不想這樣幹啊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有他的背後的背景嘛 就好像國民黨去講他說 哇你們那個兩百萬的小吃店 竟然可以做這麼大的生意 那一樣嘛 陳時中也出來講 哎呀那個大企業也有賣小東西啊 這個對不對 人家說你的小吃店怎麼可以做 他是這樣說 對啊 做16億的事業賣給政府 當然有自己人就可以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被人家抓個正著 然後大家就故意 混混去北京 說哎我現在不要做啦 或怎麼樣 那 這家只是被發現的 有多少沒有被發現 你們每個人都在海撈 那國人大家怎麼辛苦在排隊 排隊 對不對 大家排隊排得半死 你們疑心何忍 尤其我們這幾天看到了 小孩子 小孩子就是 我們節目已經 前一陣子 前兩三個禮拜就講 這些小朋友怎麼辦 陳時中說沒關係 我們買了兒童疫苗 兒童疫苗我告訴你 蔡政府跟中國大陸簽約 你有看到太陽花出來罵嗎 他跟中國大陸簽約 太陽花落就說不准簽約 簽約要經過立法院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來監督 這個條例在哪裡 八年的立法院有通過這個嗎 有審查這個嗎 沒有 那些人在講鬼話 每天在收訪 收到現在對不對 那現在 陳時中蔡政府跟中國大陸簽約 買兒童疫苗 是啊 那你今天看到 今天陳時中很說 哎我們5月10號 12號我們疫苗就要進來 我們預計20號給 就是你剛剛講的 對 蔡英文六週年 六週年兒童可以打疫苗得證 那時候不曉得感染多少 你光這幾天看多少小朋友 對不對 連大朋友24歲的小姐 都打三劑照樣死 你們這些人真是疑心何人 小朋友確診很多這一波 太多了 尤其沒有打的小朋友 那請問這些人怎麼辦 不是今天才講嘛 很早就講了 你們 你們每天只記得 記得自己在撈錢 你沒有看看左右都是 是哀鴻騙爺嗎 病毒共存的話 當然要必須要配套 所以又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 輸入向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